这两只最熏熏的油猪,来到河边打算经过野狗的地盘,不远处两只野狗正躺在河边休息,眼瞅着野狗们一个个眉睛打踩的,油猪打算偷偷摸上去吓吓它们,但是任凭油猪,靠得多近,野狗们压根不搭理它们,依旧一副声无可恋的样子,躺在河边,要知道野狗的听觉非常好。 如此近的距离不可能没有任何察觉,这可给一旁的油猪兄弟整不会了,待在原地一脸猛逼,眼瞅着两只野狗对自己没有一点兴趣,油猪无奈地转身,离开了现场,真是应了强哥那句古话,给你机会不中用啊。 就在这时另一只油猪也跑过来看起了热闹,两只野狗躺在一处绝佳的取水地,难道它们是想阻止其他动物喝水? 镜头一转,不远处的小鹿似乎也被野狗的举动惊呆了,要知道野狗们如此悠闲地躺在河边睡大觉的时刻非常少见,大多数情况下,它们不是在翟荔枝就是在翟荔枝的路上,看完你觉得为什么这两只野狗没有任何狩猎的意图? 感谢观看